中国全面整顿缅北诈骗集团 大批嫌疑人被压卸回国 用雷霆之手段灭了你们这群犯罪团伙 大家好 我是吕哲 这个电信诈骗害人不浅 相信这个诈骗电话每个人都接到过 我曾经在一天接到过四五个 不同话术的伪装成不同人的这种诈骗电话 这也引发了中国人民对于诈骗犯罪的高发区 缅北的反感 那现在怎么中国是真的出手了 最近我们从缅北抓了很多嫌疑人 一车一车运 仅9月份以来 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厅组织部署 一口气就捣毁了缅北电信诈骗窝点11余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269人 还抓捕了多个犯罪集团幕后的金主骨干头目 说到这次抓捕 我想起了之前网上有两则谣言 我现在看可能是笑话 一个是说印度直接威胁要出兵缅甸 一口气解救了300多名印度人 还有印度说战机轰炸缅北诈骗窝点等等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像亲眼看到的一样 那另一则笑话 谣言就是说美国要出手缅北了 说什么将缅北集团定义为恐怖组织 高呼我美国才是负责任的大国等等 这两则谣言下面很多人都在问 战狼在哪都是不怀好意那些人在说的 好了现在答案出来了 战狼就到了缅北 可他们赞美的印度美国哪去了呢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最近缅甸的瓦邦内部发文要求 境内开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行动 并且将重点关注中国公民在电信诈骗的案件 你知道吗 瓦邦这个地方连缅甸中央政府都没法管辖的一个犯罪天堂 竟然开始清理中国人在瓦邦辖区内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你说是有多大压力才能推动他这样执行 那么中国政府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呢 除了在国内互联网等渠道不断强调反诈宣传 设立反诈民警和反诈专线外 也加速了国际合作 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 实现了对电信诈骗分子的跨国追捕和震慑 从这次缅北行动的布局就能看出来 中国政府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 在国际地区和与缅甸的双边关系 这三个层面都有着相应的妥善安排 保障中国打击包括电信诈骗在内的 这种跨国犯罪雷霆行动的顺利 在国际层面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并且在国际法层面 中国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 与当事国政府取得合作准许后 才进入其境内执行相关行动 今年8月中旬 中国公安就与泰国老挝缅甸国家的警方启动了联合专项打击跨国犯罪行动 而后8月底四国宣布建立专项行动协调进一步打击犯罪 而在与缅甸的双边关系上 中国8月底还和缅甸举行了边境管理与合作协定执行情况第17轮私局级会晤 那么同时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 可以说经过中国多方面的布局使得中国警方直接参与缅北电诈问题的跨国抓捕 这才是打击缅甸犯罪集团的最大保障所在 我们真的不相信当地那些警察只有我们自己人参与了 才能确保打击力度的贯彻到底 灰尘不扫不会自己消失 同样跨国犯罪也不会自己消失 只要面对雷霆之手段 犯罪分子才会低头伏法 好 今天吕州有话说先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